啊呦啊呦 爱吃甜甜的糖乌乌 啊呦啊呦 偶尔烟饭店像迷糊 兄弟们快看 大奶岛居然成武师了 太好玩了 啊呦 最最快的速度 过来 嘿 怎么着 拜托一下吗 呦 来哪 出来啦 浪哥 咱们好像撞到蛋仔了 快快 兄妹子 咱们快过去看看 喂喂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吗 哎呦 我这老腰围 不好 浪哥 这个不是财神爷吗 完了完了 兄妹子 咱们冲动了财神爷 这下我的发财梦 肯定要碎了呀 财神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一定不要和我们一般见识呀 哎呀呀 小蛋仔不要怕 咱们相遇就是缘分 而且 看在你们这么真诚道歉的份上 我还要奖励你们 哦 真的吗 说吧 你们有什么愿望 我这个道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小妹子 疼吗 小妹子 有病吧 看来真的不是在做梦呀 财神爷 您真的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吗 必须的 那这个 我可就说了啊 我 我想要蛋壁 好多好多的蛋壁 简单 手机拿出来 太好了 这要直接转账啊 来来来 给您 您好 您儿子在我手上 请密码转我五千蛋壁 你懂我意思吗 呃 我都这样 你这不是诈骗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开个小玩笑 不就是想要蛋壁吗 跟我走 我带你去取蛋壁 哦 太好了 快手手走 那个 浪哥 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 就不和你们一起去啦 我走了 拜拜 嗯 秀妹子是怎么了 还有比白拿蛋壁 还重要的事情吗 算了 不管它啦 财神爷 您等等我 这什么玩意啊 小蛋仔 你现在是一名扣角大师了 只要你为他们两个修下奖 就能获得大量蛋壁 什么嘛 还在干活啊 您就不能直接给我嘛 哎呀呀 这是给你的考验吗 嗯 行吧行吧 不就是修脚吗 好家伙兄弟们 嘲笑这 这狱卒 这得十年没修理过了吧 哈哈哈哈 行吧 为了蛋壁 来 先给它在脚上 打个泡沫 这脚也来点 接着呢 用水好好清洗一番 嗯 不错 干净多了呀 接下来 化身指甲刀 剪掉它的长指甲 最后呢 再把黑指甲 给它打磨干净 OK 这下看起来舒服多了 嗯 接下来 咱们再来给它扣扣脚底 先把它脚后跟的脚趾层 给打磨掉 好家伙兄弟们 这兄弟扣完脚之后 至少变矮了十厘米 哈哈哈哈 哎呀妈呀 这边还有鸡眼 看着也太神人了 扣掉扣掉 还有水泡 咦 这下又省了一顿饭钱啊 OK 下一位 这看起来是一只羊脚啊 这脚的层 比刚才那位还厚实 这至少得有三十厘米了 哈哈哈哈 好 脚的层续完 咱们再给它 打磨清洗一番 漂亮 完事收工 兄弟们 浪哥的手艺还可以吧 觉得还可以的 不要让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浪哥哦 干的不错小担子 咱们抓紧开始下一个工作吧 啊 还有啊 啊 相亲大会 那不是约老的事吗 哎呀呀 约老是我的好兄弟吗 可是 我就说 咱有必要化妆成这个样子吗 哎呦 这不是显得咱们专业吗 加油小担子 我看好你哦 得 那咱们开始吧 相信呢 其实一门艺术啊 话术很重要 不这可拿不到我 先来第一位 我体重两百斤 长得有点老 呃 你这么说怎么可能成功 应该是 成熟稳重 欲解饭 我脾气也不好 喜欢没事找事 那就心思细腻 容易发现问题 我 我爸在养蜜蜂 啊 他爸 有上万员工 我有只眼睛看不清 他一眼就笑容你了 非你不娶 我没车没房 暂时没工作 对方是个潜力股 我人老 实话不多 小伙人老实 话也不多 我妈妈还在干保洁 公司干不干净 他妈说的算 我离过两次婚 他拿得起 又放下 OKOK 全部搞定了 全部相亲成功 财神爷 财神爷 财神爷呢 干的不错 这些浪哥赚的弹币啊 咱俩一人一把 蛤 哎哟 哎哟你嘛